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你们猜一下 刚刚谁又给我打电话了 坚强 我也想着每一次我都想着坚强呀 坚强呀 到时候我感觉我有点扛不住了 很累很累 有的时候变很多人骂呀 干嘛的 真的很累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做错什么事情 为什么 身体不舒服 精神也崩溃 没有一个人是懂我的 刚刚不是小妈给我打电话 不是小妈 不是小妈 你们猜一下是谁 不是老板 不是老板 你们猜一下谁猜中了 是谁给我打电话了 反正我接了这个电话 我觉得我有点 说不了了 第1个人受罪了 不是小妈 spraw姐 英雄激 不是小王,不是爸爸,不是小馬 真的很奇怪 有些人已經猜對了 有些人已經猜對了 是豐欣姐嗎 不是,不是豐欣姐是誰 不是 可能是吳總吧,不是不是 真的 我都不知道該怎樣 我把這個人說的話,可以全部都告訴你們 她說了什麼 你們猜一猜是誰 真的,我覺得很不愧喔 不知道什麼情況 有可能 嗯 我真的是 像家人們說的一樣,我真的是個 我 後馬 小三吧 真的 我 有可能是 說出來 說出來家人們幫,你們也幫不了 我 我不會錄,所以我沒有錄 有可能真的,讓很多叔叔阿姨們失望了吧 我有可能真的是 小三呀 什麼的 只是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而已 只是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而已 我 我跟你們說吧 你們八子點點站在 要不然等一下 躲爸爸她要 又提示我了 我跟你說吧 剛剛 那個女孩子 又給我打電話了 她說我是一個不要臉的人 她好好的跟我說我不聽 還一直 纏著 老闆 還接受老闆送的堅持 她說我為什麼這樣子對她 她說的比上一次還過分 真的 說一個節目真的 要告訴老闆嗎 你們說要告訴老闆嗎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女孩子肯定跟老闆是有關性的 真的她說話的那些很堅定很堅定的 她說的 有些話是真的很對 知道嗎 真的很對 她很了解老闆的 我都沒有那麼了解老闆說實話 我都不知道老闆愛吃什麼 她都知道 我都不知道老闆 怎麼怎麼樣 她都知道 她都知道的 你們知道嗎 有可能我真的是小三 有可能我真的是小三 你們說要告訴老闆嗎 老闆也不知道 也沒回我信心 所以我覺得 老闆也好像有一些事情一直忙著我一樣的 所以我在想我真的是不是 做錯了很多事情 我真的想很多很多事情 我在想是不是我出現了老闆哥他女朋友就是這樣子 所以沒有一起 然後他那個女孩子就一直現在一直打電話給我了 真的很奇怪 打電話給老闆嗎 但他沒有回信心 他沒有回信心 剛那個女孩子給我打電話之後我就給老闆打電話了 但是他一直沒有回我信心 發信心 我感覺 老闆也好像有一些事情忙著我一樣的 你們不覺得嗎 出來一個件嗎 你們也看到的 昨天我們回來也沒有說什麼 我們就直播給叔叔愛們介紹產品 但是老闆他很累 我能理解 他說從深圳回來 對不對 然後 去深圳去了三天嘛 然後他昨天晚上回來也 我們也沒有說什麼 你沒看到的直播 然後直播完他也就說走就走了 然後 然後今天突然間這個女孩子就打電話給我了 我覺得 真的好奇怪啊 真的太奇怪了 我再給老闆打電話 哎 接了 老闆 喂 你在哪裡呀 我在外面 你現在在忙嗎 現在快忙完了怎麼了 喂怎麼了你還要來酒莊嗎 有事嗎有事我就過來呀 沒事我想找你聊一下 沒事我想找你聊一下 如果你忙的話算了 啥事啊你 你直接跟我說呀 你忙不忙吧 你快忙完了的話你過來再說吧 你沒你忙的話你忙吧 嗯 我過來吧我過來 我過來我過來 啊你等我吧 嗯 他說他過來我要不要告訴他 摔個睫毛 我要不要問他 要不要告訴他 我要問他嗎要告訴他嗎 但是老闆等一下覺得他會不會覺得我想太多了 所以他就生氣啊 但是我不說我不問我又覺得心臉變 那個人說話真的很難聽很過分知道嗎摔個睫毛 他把我沒有人說過我的話都說出來了 全部都說出來 他把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都說出來了 我心裡面很痛真的 我這樣接到牧師人的電話然後 他這樣說我真的 我覺得這我真的這次我有點真的不相信了 不相信是 有人故意的真的有點不相信了 就是我心裡面有這種感覺 我真的有點不相信這個女孩子是 故意的那種 他真的他說話幹嘛都是很堅定的 他連老闆很多人叫他什麼他都知道 我說你是老闆的女朋友那你我說你你知道老闆怎麼怎麼樣嗎 這些他都能回答得出來知道嗎 而且他還說了老闆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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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有的什麼東西他還都還說出來 我都不知道這種 所以我覺得我就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這樣子的話啊 所以我覺得太 太奇怪了 真的這個女孩子 要么就是老闆的女朋友 要么就是現在的女朋友 要么就是跟老闆有什麼關心的 肯定是 沒有關心那是不可能的了 摔個姐們 沒有關心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現在想要不要告訴老闆呢 我覺得告訴老闆的話 老闆如果老闆沒有這種事的話 他又那麼忙 他現在都頭疼 我還老是給他添麻煩 我覺得不好 我覺得我不舒服的嗎 我心裡面很難受 我有點堅持不住的感覺 我本來身體也不舒服 但是我一聽到這些 我心裡面真的很難受 一定要問嘛 也許是前女友是吧 老闆有個私生子 是他老婆 我在我有的時候想 老闆是不是結婚了 然後離婚了 然後有小孩 有老婆的 我時候又又在想 老闆是不是有前女友 然後分手還沒有多久 所以女孩子還沒有放下他 所以一直這樣子的 我想太多了 把事情問清楚嗎 你們說一下 我等一下這樣的問老闆 是不是不適合 是不是我 我都幫不了他什麼嗎 你就算了 我是不是還老是給他添麻煩 老是把這個女孩子拿來說 但是我心 我不說我的心裡面也不舒服 說實話摔個筋嘛 我以為 下一次真的只是 說誰誰在搗亂嘛 所以我真的沒有了 但是我沒想到 今天他又打電話過來了 然後他還威 他還威脅我了一下 他還威脅我了一下 他說他在路上這邊都有認識的人 他說他有很多朋友是做什麼什麼的 我感覺到一點那個沒有安全感 真的 一定要說嗎 謝謝加入粉絲團 謝謝來還沒有加入粉絲團的 給孩子加入一下粉絲團 謝謝叔叔在一個節目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加入粉絲團 反正這個女孩子肯定是個老闆 有什麼關係是肯定是有的 摔個筋嗎 因為他還知道老闆的頭上面 真的 我現在我真的不相信這個女孩子 這個老闆沒有什麼了 他還知道老闆的 這個頭後面有一個字 他還這樣說的 因為我上次你們老是說 或者有可能是黑粉 有可能是喜歡老闆的人嘛 所以我說那 我說你說老闆是你男朋友 什麼你老公啊 那我說老闆什麼 是你什麼什麼樣子的 然後他這樣說出來的 真的很奇怪 然後他還知道老闆喜歡吃豆腐老 他說老闆給他一直吃豆腐老 怎麼怎麼樣的 豆腐老是這邊的一個特產 我感覺我啥都不是這會兒 我也奇怪啊 他怎麼知道我號碼的 我也奇怪啊 真的太奇怪了 他亂說的 他亂說的 那他怎麼知道老闆的頭後面有一個字啊 他怎麼知道的 加粉絲團是這裡摔個幾碗 黃色的愛心這裡啊 黃色的愛心 我剛看到有些說 年紀大了不會加 就是黃色的愛心這裡 老闆應該快到了 我不知道該不該問呢 不知道該不該問 我怕我問了 我怕老闆討厭我 我不問我心裡沒有不舒服 而且我不問的話我也有點傷心 真的摔個節目 這個女孩子又一直這樣子 又很多叔叔 還又一直罵我是小三 怎麼怎麼的 我就老是想多 我就覺得 我確實有可能是小三 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把我的生病都被嚇好了 剛才接了這個電話之後 你妹說老闆來了要不要問 他說的那個字是在頭上面的 不是 頭上面 他不容姿 他不容姿 我等 他是一哥 他不容姿 這是我現在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老板的头上中的有没有一颗痣就知道了 我们不要为别的 我们就问这个就知道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颗痣 我们看嘛 一定要问妈子怎么了 玛丽阿姨 那个女孩子又给我打电话了 她又给我打电话了 本来我不想拿这些来跟你们说的 但是我 我没办法 我没地方说 我只能拿来跟你们分享 你们知道的我身边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什么可以聊天的人 我就只有你们 所以我又拿到直播间来来跟你们聊了 真的不好意思 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来我们九千多个人 能不能帮妈点点赞赞 能不能帮妈点点赞赞 一定要问吗 还说了什么 她说了很多很多很难提的话 她骂我的那些话的话我也不说了 我只是她说了一些 真的她有些话 有我那个都还那个 老板说她八点过来 她八点过来 八点过来的时候我们先